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真正的高情商从来不是做个好人 高情商并不是一味地妥协和委屈自我 迎合他人的喜欢 这样难受的不仅是自己 身边人也跟着不舒服 真正的高情商会将自我诉求摆在第一位 尊重自我 顺应本心 只有能愉悦自我的人 才有能力让周围人也感到愉悦 作家维斯托说 有话直说是一种直面问题的积极态度 严将在著作 《你能有话直说》也是一种才华中写过一个故事 一位长期定居国外的女士 每次回国探亲访友 朋友们都会买很多糖果甜点 送她当礼物 但问题是 她从来不吃甜食 她很纠结 想告诉大家不要再买糖果了 却又担心让对方难堪 她就想着先收下礼物 等回去后再送给别人 按理说 不吃甜食也是正常的 大可以坦诚地告知对方 可是碍于情面 她难以开口 年复一年 就一直这样自我折磨着 世间所有的情感关系 最忌讳的就是有话不明说 著名辩手黄直中说过 我们中国人说话呢 都只讲三分 剩下七分用猜的 猜来猜去都在用真心猜真心 错过好多心 这又是何苦呢 人活着 有话直说 最轻松 别让自己的真实想法 因为不敢直言 而被他人误解或忽视 上个月朋友大妮打我电话 我正在赶文案 眼看就要收尾了 考虑到大妮是不是有急事 我就接了电话 打算聊完再工作 大妮问了我近况 又和我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半个钟头过去后 彼此开始异性阑珊 这时候大妮停顿了 支支吾吾地说 想跟我借点钱 她给孩子换学区房 首付不够 听到这儿 我是又好笑又无奈 铺垫了大半个小时 重点内容不足一分钟 如果大妮一开始 就直言她的需求 彼此都能节约时间 我若有能力定当相助 若能力不足 我也会明确拒绝呀 蔡根坛中说过 故君子与其练达 不若普鲁 与其屈紧 不若疏狂 每个人多些直言 生活就更简单了 网上有句话 99%的生活烦恼 都是人们 没有有话直说而引起的 时光宝贵 千万别把时间浪费在 说话兜圈子上 高情商的人都懂得 有话直说 是成本最低的沟通方式 它既不会造成误解 也能让交流 简单 轻松 在很多人看来呢 麻烦别人是一件 让人不舒服的事情 可人不能活成一座孤岛 适度地麻烦别人 反而能促进 人际关系的良性循环 电影《天水围》的日语夜中 一位阿婆搬到一栋居民楼里 刚搬过来 阿婆谁也不认识 每天独自一人 过得郁郁寡欢的 他有个邻居 叫阿贵 两个人抬头不见 低头见 日子久了 也会打个招呼 阿贵是一个热情的人 他经常主动 找阿婆嘘寒问暖 提供帮助 阿婆不想给人添麻烦 就冷漠地拒绝了阿贵 慢慢地在阿贵的慷慨和温暖中 阿婆开始接受阿贵的帮忙 为了感谢阿贵 阿婆也想着法子 对她好 就这样一来一回的 两个陌生人 成了情同母女的好邻居 适度麻烦别人 不仅是寻求他人帮助 我们还在这个过程 通过互动和他人 建立了良好的情感关系 罗振宇的合伙人托布花 在他刚来北京不久时 听到了澳美公司总经理 战国祥讲的一节提案公开课 那是托布花第一次了解到 提案和PPT 战国祥讲完之后 托布花勇敢地要到了 战国祥的名片 一个月后 托布花工作的公司 恰好要准备一份重要提案 托布花就想找战国祥 指点一下后续的具体操作 可他又害怕麻烦对方 纠结一番之后 托布花鼓起勇气 给战国祥打了电话 他说 战先生 我是一个小朋友 一个月前听您讲过 如何做提案 现在我们有机会做提案了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请问您能帮帮我吗 战国祥不仅没有拒绝他 还约他见面戏聊 手把手地教他 这次经历 不仅让托布花成功做出了提案 还和战国祥成了朋友 好关系都是麻烦出来的 一书当中说过 适度麻烦别人 不仅不是坏事 相反正是因为这种麻烦 才令我们有理由彼此接近 建立深度联系 可以说 所有的关系都是麻烦出来的 敢于麻烦别人 才是关系产生的动力 所以不要害怕麻烦别人 这是我们拉近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我们的圈子也是这样打造出来的 知乎上有网友吐槽说 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结果给自己积累了一堆的烦心事 其中有一个高赞回答是 懂得拒绝就是及时给人生止损 生活中总有人拉不下面子拒绝 结果让自己活受罪 同事小琪住在市中心 离他家两公里有一家包子铺 包子做得很地道 特别好吃 有一次小琪去办事 恰好经过包子铺 就买了一些带给部门的同事品尝 大家都赞不绝口 第二天 另一个同事就让小琪 给他带两个包子当早餐 小琪爽快地答应了 从那以后 这位同事就频繁地让小琪带包子 为了买包子 小琪提前半小时起床 骑车过去 买好了再搭公车来上班 一旦堵车 小琪就要迟到了 带了几次包子后 小琪想拒绝 但是每逢同事开口 那些拒绝的话呢 到了嘴边又咽下去了 无奈之下 小琪撒谎说包子铺关门了 结果同事半信半疑 看小琪的眼神也怪怪的 小琪特别憋屈 辛苦买包子的人是自己 怎么现在愧疚的人也是自己呢 可见不懂拒绝 就让自己难受 被他人消耗 国家文金图书奖得主吴军 曾经拒绝了一个朋友的请求 朋友请吴军帮忙 给他的孩子安排一个去谷歌 或者是腾讯实习的机会 看完简历后 吴军直接拒绝了 他对朋友说 如果自己还在谷歌或者腾讯就职 把简历转给招聘部门是没有问题的 人事会做出判断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离职了 如果要帮忙投简历 就必须通过人情去安排 关键问题还在于 这个孩子简历并不适合 如果他硬着头皮 让朋友推荐 就会让朋友为难 听完吴军的拒绝 求助的朋友表示了理解和接受 吴军说 能帮别人就应该帮 如果很为难就不要勉强 要在第一时间拒绝对方 这样他们也能赶快地想到别的办法 不懂拒绝就会害人害己 三毛说过 不要害怕拒绝别人 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 因为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的心里根本预备好了两种答案 所以给他任何一个其中的答案 都是意料中的 拒绝不是冷漠 而是拒绝不合理要求 拒绝不属于分内之事 拒绝让自己痛苦 不懂拒绝不仅会为难自己 也会令对方失望的 学会拒绝也尊重别人的拒绝 人生才能自在清静 进退有度 我们曾听过一个理论 高情商就是让人舒服 其实高情商并不是让我们一味地讨好 和迁就他人 不敢麻烦别人 有话不直说 碰到不想做的事情 也不敢拒绝 生而为人 先尊重自我 顺应本心 让自己舒服的同时 在兼顾他人的舒适 适度麻烦别人 接受他人的帮助 就是认可别人的价值 有了这份认可 人际关系 才会更稳固 有话就直说 不需与委宜 增加沟通成本 坦诚直白 就是做人干脆的态度 面对那些自己不愿意 也无能为力的事 勇敢说不 不必害怕拒绝 他会避免后续 无数的纠结和痛苦 真正高情商都懂得 做人只有先让自己舒服了 才有意愿和能力 让他人舒服 先活好自己 再逾越他人 才是人和人之间 最好的相处方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